各位好,這邊跟各位提到是有關於在我國裡面在整個私培育法在修正之後裡面所涉及到的相關性課題喔 在我國裡面在整個私培育過程當中涉及到幾個區塊 第一個部分當然涉及到在民國68年的時候在我國當時有提到示範教育法 那民國83年的時候提出的叫做新的私培法 那過往當中有示範院校來做引導 到後來的時候 在民國83年之後 在我國裡面廣開私培中心 到民國92年的時候 所做的私培法的修正 我們把它稱為叫私培法二代 當時裡面所做的修正概念上是希望能夠透過檢定考試 提升教室的專業性 當然到後來裡面在線型上 我們所進行的修正 把它稱為叫私培法的三代 所以可以看到在私培法三代當中 他所涉及到的課題 希望能夠符合時代的相信趨勢 跟焦點 所以我們所看到的部分 希望能夠將整個私培育的相信的類型上 來進行完整性的框架 跟架構 那也延遠的相信的法條內容 來進行檢視 讓各位可以了解到 在新的年代當中 我們在進行改造的時候 我們如何做到一個整體性的推動跟修正性的過程 當然各位可以從法條當中我們去看到 法條上面上在進行 變動作所涉及到的概念 那可以看到 在 法條上的 核心精神上來看 至少可以看到 我們的老師種類上 還是分為四大類 所以包含了有 高中的 國中的 國小的 以前叫做 幼稚園 那現在的話 統稱稱為叫做 幼兒園 那原文上用字眼上稱為叫 Preschool 所以用Preschool來做呈現 那 跟國教院上 在招考的時候 這四種老師 並沒有所謂的 相關性的 違背 動作 對各位原話當然可以 很清楚的方式上 來進行 理解性的過程 那在其次 我們在私培育過程當中 所進行到的 用語上來進行 檢核 所以可以看到 在 課程當中 所涉及到的部分 包含的私自的 職前課程 那這部分 我們的職前課程上 必須要由 中所經關裡面 合定的院系所上來進行 負責性的動作 但在 現行上來看 本法條上在進行修正的時候 裡面可以看到 為了 未來裡面的話 希望過先做 檢定 然後實習 所以 他會有 四個學分裡面的話 他是實習 所以現在裡面的話 把它 扣除性的情況 所以 成為二十二個 相信學分 但這樣過程當中 是否適切 當然就是 需要再做 可能性的 過程 官方裡面在這部分 還沒有一個 很統合的 相信的見解 不過至少可以先做 理解性動作 那在其次 第五條裡面沒有修正 第六條裡面的話 他也沒有 太大的 相信的 變動性動作 各位可以看到 在第七條裡面所提到的是 在私培育部分 包含的職前 檢定 跟所謂的 教師的在職域修 所以在 現行上 我國裡面又把 在職域修就丟回去 以往化是稱為叫職前 後來出現叫實習 再出現叫做 教師的 在職域修 所以先行的法案當中 來看的時候 將在職域修 又重新 納入到 私培育的 範圍之下 各位至少可以 看到部分 所以在 觀點上 各位可以了解到 未來官方裡面會把 教師的在職域修 重新的 納入到 官方的課題 重新再進行 檢視性動作 在 本法條的第8條當中 我們除了 第15條當中 的 考試之外 他由 私培育的大學為之 所以私培育的大學辦理 私培育 應該負責 專責的 單位 銀色專責單位 所以 規劃 跟 推動 下一次見 所以私培的之前課程 以及教室在職域修 第2部分 希望夠 休息 私培之前課程的 學生 零選 以及 學習 學習 輔導 第3個部分 涉及到 教育時期 第4個 師生的 就業輔導 第5個 私培育的相關研究 第6個 地方的 教育輔導 工作 我現在裡面的話 也把它 納入 第7個 其他私培育 相關的 業務 所以大學 設立私培育 相關的 院 寄所 或私培中心 應該經由 中指官 核� 任務 這條件跟程序 組織 私之 設施 以及 招生的名額 課程 以及 私生的輔導 停辦 跟其他應該遵行的事項辦法 由中中指官機關來做 定定性動作 在 建置本法第9條 所以可以看到程序上已經變了 加上再進修 本法第9條 中指官機關為了促進 各私培育的大學發展 應該組成 私培育 評鑑會 或者是委託 學術 團體 或者是 專業評鑑機構 定期辦理私培評鑑 並公告其結果 作為政府補助 教訓費 所以私培評鑑會補助教訓費 跟調整 各私培育大學發展 規模 等參考 他的評鑑辦法 由中中指官來做定定 這本法條上是新增的 所以未來會有 私培評鑑 由 私培育 評鑑會 或委託 學術團體 所以我國有要有中華民國教育學會 私培育學會 或者是專業的評鑑結構 所以像我國裡面的話 也有所謂的 中華民國 評鑑 學會 等等 相信的機構 來負責的過程 當然也包含高教評鑑中心在內 在辦理法章中第10條 提到 私培育大學在辦理私資的 值錢教育課程 應該依照 中等 國小 幼兒園 跟偷教育 來做規劃 那分別規劃 他規劃內容 以及各私資的 類科 私培育的名額 應該報 中級官合定之後 來做實施 那 課程規劃裡面應該符合 之前課程上的 相信的基準 依照 規定來進行 辦理的 動作 昨天提到的 在各私生類科當中 應該培養私生 兼具 學科 當包含他的領域 或者是 群科 教學 多元評論 辦理經營 教材教法 研發 資訊的運用 私信輔導 性別平等 以及議題 融物教學的 專業資能 並能夠加強推動 私生的品德教育 以及 服務學習活動 以能夠符合 各類的 教師的專業標準 以及 專業的表現指標 第二個部分 涉及到在於 就 中等學校這一科 應該要加強 新增這部分 所以在我國裡面新的私培法通過之後 要考慮到把這個區塊上把它加上來 去培養 學生裡面 私培生 生涯的 職業輔導的資能 跟休息 職業 科群的私生 應該要能夠兼具有相信的核心 跟實作 所以 後來課程當中 他必須要能夠加上實作 之外在國小老師 應該加上培養他 兼具有包班 跟領域教學 國小還是有一個麻煩的地方 包含體育 音樂 或是美術老師 這一類型上 他在 作為上來看 考量到包班 另外 他可不可以轉軌 這可能是另外區塊的問題 第四個部分 在 幼兒園老師 應該能夠去 規劃 增加他的教保專業資能 培養私生兼具有 教保相信的專業資能區塊 來看 就 特教的 老師 應該能夠加強培養 私生 兼具有 相信的 階段 學科 領域 科群 或者是在於障礙類別 最主要是因為 障礙類型跟種類上 太多種 所以包含像 13種類型 需要當作明 其實針對於小孩子上 能夠做操作的部分 他可能必須能夠兼具有 現行上面的方式 所以小孩子上 種類上 比較多的 包含像 學習障礙 學生裡面可能會遇到的一些 困頓性的課題 必須能夠在 學校上 進行養成動作 第11條是新增的 新增的 私資前教育應該能夠強化私生的 領選 輔導 獎勵 落實私生教育專業知能 以及素養的檢核 協助私生修避 私資前教育課程 並能夠達到 各類的教師專業標準 跟 專業的表現 指標 在 本法當中的第12條 私培育大學的 學生的入學資格 跟修業年限 依照大學法規定 徵選 來自於 學士班以上的 學制的在校生 至少要修 兩年 但有學校還是 平行事 甚至讓 推廣教育學生上 能夠做休選的 動作 私培育的大學 可以徵選 進修 學碩士的相關性的 私培學程 徵選 學士班以上的 學制的在校生 休息 值錢的課程 他徵選條件 程序 學程跟其他應該遵循的事項 由大學來做擬定 報中文警官 來進行 核定性動作 私培育的大學 得事 他需要 報中文警官 核定之後 遭收 大學的畢業生 休息 值錢教育 課程 至少 兩年 再其次 前三項 學生取得 私執的 課程 休閉規定的私執前 課程 乘以提格整 由私培育的大學 發給 休閉 值錢教育課程的 證書 原則上在 現行做法上 來看的時候 當然 需要能夠有 相信的證明書 來進行 休息的 相信做法 本法第3條 如果是持國外以上學歷者 那經由中文警官認定及 已經休閉 值錢課程者 發給 通過 教師資格 教師的 值錢 證明書 這屬於在國外上面上在做休息的 多塊性的動作 本法第4條 但是屬於現在 各位最 關注的部分 涉及到 私培的檢定 第一個部分 交資格檢定考試 取得前兩項 前兩條 休閉值錢證明書 或者是 認定通過 值錢教育證明書 可以參加 教資格檢定 考試 第2部分 涉及到教育時期 現行做法上來看 通過教資格檢定 考試者 及格者 可以向 私培育的大學 申請 休息 包含了 教學時期 導師時期 行政時期 跟允許活動 半年制的部分 那 前項 第1款 交資格檢定考試 他參加考試的資格 報名程序 跟檢戶文件 資料 應該繳納費用 考試方式 時間 入選基準 考試錄取資格的廢紙 跟其他應該追尋 事項辦法 由中央機關來做 訂定 這國語裡面的話 提到我們的考試上面上 所涉及到部分 單現在 變成是 先 我國先檢定 然後做實習 那實習的話 當然你就要回到 學校上來申請 實習動作 這邊提到實習 那教育機構裡面的安排 實習期間的權利義務 內容跟程序 輔導 跟成績評定 加進清潔或成績優異的補助 實習輔導老師 跟實習上指導老師的資格條件 跟其他應該追尋事項辦法 由中央機關來做訂定 現在台灣裡面在做的時候 又回到 學校本位實習 所以由 學校上 在周遭學校上 來進行工作 這樣方式上也會比較適合 因為他身份上就變成是 從實習學生身份上來進行 設定性動作 本法第15條 做機關辦理 教育個檢定考試 應該邀請 專家學者 教師跟機關代表 組成教育個檢定考試會 那看到本法第16條 在高中以下的學校 以及幼兒園 應該配合私培育的 大學辦理教育實習 主管機關裡面應該能夠督導 教育實習相關性的事 並給予必要的經費 跟協助 中級管機關應該能夠建立 優質的教育實習機構 認證機制 但在現在 台灣裡面各級學校上 在做工作 還簽訂了 專業法案學校 和認證機制 跟實施程序 認證的方式 付打獎勵 廢止認證 跟其他應該遵循的事項辦法 由中主管來做訂定 本法第17條 在符合下列相信的各款 資格者 由私培育大學 造句 名冊 送中佐尼官 發給教證書 但有教師法第4條第3項 或者是教育人工條例 第31條第1項 規定 不可以聘為教師 寫行者 不可以發給 以發給者 撤銷 取得學士 以上學位 第2個 取得修必執行證明書 或是認定 教資格檢定 證書者 第3個 通過教資格檢定考試 第4個 休息教育實習 及格者 本法第18條 在本法規定 取得第10條 第1項 所認定的 中等 國小 特教 的教育證書 且修必 同階段 其他任教學科 中門課程者 由私培育的大學發給 任教 專門課程 認定證明書 以及 專門課程 學分表 並照據名冊 報中 官發給 該類科裡面的 任教學科 教師證書 依照本法規定 取得第10條 第1項 所認定 教師資格 證書之後 於修併 另外一個 相信類科的 私事相關性的課程 並取得 證明書者 且修習 教育實習 跟 成績科者 由中國軍官發給 私事類科裡面的證書 免疫規定 再參加 教師資格 檢定考試 所以你本身 修完之後 就不用再考 教育你的 情況 那在 其次 在我國當中 我們的話 有一種類型上是 免疫規定 來修習 教育實習 課程者 第一個部分 取得 前條教師證書 並實際從事 教學 滿3以上者 在其次 依照中小學 兼任 代課 以及 代理教師 聘任辦法 規定 聘任的 兼任 代課 代理教師 其餘同階段 裡面教學任教3以上 或每年連續教學3個月以上 累計滿3年的情形 所以 免在從事 相信的教育實習 工作 在本法第19條 教師的 證書的格式 申請的程序 審查 合發 換發 收費 跟 委託辦理 跟其他應該遵循的事項辦法 由中央局官來做定定 本法第20條 取得教師證據之後 有教師法第4條 第3項 或教育人流動條例第31條第1項 規定 不可以併任為教師行刑 且 禁止終身在政教者 由中央局官 廢止其 降臨書 那在其次 提到本法第21條 所有裡面最關注的區塊 在本法第21條 私培育以 自費為主 兼採公費 跟獎助學金方式 中央組成 得申選 公費生 休息稀少性 或是國家政策需求的類科 公費生畢業之後 分發到偏遠 境外 或其他有需求的學校服務 以 偏遠地區的學校 為優先 那 公費 跟獎助學金的數額 公費生的名額 公費生受領的年限 應該訂定 應該訂定計月內容 那 休息 稀少性 或國家政策需求的類科 應該履行他的義務 違反義務的處理 翻發服務的學校 服務領限 跟其他應該遵循的辦法 由中央組管機關來做 訂定 所以到偏遠地區 來進行 服務性動作 本法第22條 在取得教證書 從於預從事 相信教職者 依照規定來進行辦理 第2部份 提到的是 公費生以外者 應該能夠參與 所取得資格相符的 高級中學以下 或者是優勢員 辦理公開教學申選 第2部份 郭貝生應該依照 前條規定 翻發服務 本法第23條 四培育大學應該從事 教育學術研究 並結合各級主管機關 教育進修機構 以及 學校 或幼兒園 共同辦理地方教育輔導工作 前項地方教育輔導工作 他的實施方式 內容 對象 跟其他應該遵循的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來做 訂定 本法第25條 私培育的大學在辦理 私事時間的課程 交易時期 收取的費用跟項目 用途跟數額 不得預 中央主管機關的規定 應該報中央主管 合定之後 來做實施 在 26條 正在任職期間 應該持續進修 進修 認可的社會教育機構 或者是 法能 開辦各種進修課程 前項裡面的教師進修方式 內容 每年應該進修的時數 學分數 或者其他應該遵循的事項跟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來做 訂定 在 第1項第2款 私培育的大學 可以設專責的機關 辦理教室的在職 進修 第1項第3款的認可 它的認可條件 申請認可的程序 跟其他應該遵循的辦法 由中央主管來做訂定 本法第27條 莊主機關得於私培育 職務必要範圍內 收集 處理 以及利用 跟私培育有關的個人資料 並依照個人資料保護法 跟相信的法規 合理利用 各請所機關 學校 跟幼兒園應該能夠做到 配合辦理 此外 本法第28條 幼兒園的私資培育 依照幼兒教育及照顧法 相反而律 有規定者依照其相信規定 再其次本法第29條 本法在中央民國修正條文適應前 為設有教育學院 系 所 的私培育大學 應該自本法修正 實行60內 設立相關性的 院 系 所 使具有私培育的相關性的 大學 資格 所以在設立的過程當中 應該要有相關性的 系所的 適性的條件 才可以做 若干性的 設置 動作 所以沒有 適合相關性的 院系 的私培大學 應該 做 若干性的過渡動作 不然的話 就必須要做到 廢止性過程 不然的話 你就必須要成立 相關性的 科系 動作 再看到本法第30條 本法 在中國修正條文 施行之前 以修必 相信之前 課程者 他的 教師的資格取得 本法 修正 施行之起 六年之內 適用本法修正前的 相信的規定 本法裡面修正條文已經施行前 已經休息 但尚未 修必 之前相信課程 取得 那本法施行之後 十年內 的私用 本法 相信的 規定 這過程當中 我們正進行的 過渡性的 動作 最主要是因為在我國在 現行的 行動之下 一個是來自於 就 舊法上面上 所進行到 前期 所以在92年 我們所涉及到 是來自於 修私培法的 二代 現在 我們當 試行的是來自於 私培法的 三代 所以 新舊法上 產生的 連結 最主要是因為考量到 有些同學上修徒 研究所 或是 浮兵役 或者是在進行 相關性的 考試 而產生的 原意性的過程 所以在 試行過程當中 我們 考量到 來自於 新舊法之間 所產生出來的 連結 動作 讓各位可以了解到 在法條上 在進行修正過程當中 如何做到 新舊法上面的 連結性的 情形 所以可以看到 在 現行上面 當然 採用這種方式上 來進行 若干性的 規範 跟討論性的 動作 這各位至少可以看到的部分 所以我們在做 修法的時候 當然就考慮到 這樣的情勢 按照這樣的方式來進行 辦理的過程 那 在 鍵刺 我們在做 探討的時候 這名單 各位可以從法條上面上 來從這個區塊上 來稍微做一下 理解性的 動作 這提到 在 相信的 造影性的過程當中 我們各位可以看到的 相信課題 那 在其次 各位裡面提到的 在 我們的辦理過程當中 我們的話 從這個區塊上面來進行 檢視之外 還涉及到在法條上面上 來看 剛才提到的是來自於就 檢視上面的 原則 之外你們可以看到 在 法條當中我們上來進行 修幣的時候 這第 30條 的條文 所以提到在 條文上在做修幣的時候 所看到的相信的條件 之外再看到 本法第31條 我們取得 偏遠或地區的教證書 並符合 相信情勢 所做的事情性的過程 那可以 五年內 限期上 是採用 五年內 得報 作款機關 換發 一般地區的教證書 免 依照規定 參加這個檢定考試 及休息 教育時期 那繼續擔任教職 並修幣 中主人官 協調私培育大學 相信的 作為方式的時候 可以 做辦理 那持續擔任教職 累積五年以上 取得 偏遠 或者是 偷地區的教證書 而位置 一般的教證書者 依照教育 任用條例的 方式 來繼續 若干性的任教 動作 這本法條第31條上 所涉及到的 概念 在 劍刺 提到在本法第32條 在俄造法事情之後 在 從事教職工作者 當 之前所做的累積 後來裡面在任教滿三年以上 經過教學院是 及格者 現在裡面的話 我們本身 也免與他進行 教育 實習工作 所以在我國裡面的話 當然現在裡面的話 有教本人員調例 所以把 這個區塊上面一起做 納入性的 形式 讓各位可以做 理解性的過程 所以在幼兒部分上面上 現在採用 涼滾的方式上來進行 辦理性的動作 各位可以從這個區塊上來進行 實習性的 了解 跟掌握性的 過程 這各位可以看到部分 所以各位在做掌握的時候 單可以看到 我們在 法規條文上來進行 考量的時候 現行的方法上 各位可以了解到的 工作 一個是 值錢課程 不納入 實習 所以 實習往後拉 所以這邊是教育實習 那在這部分裡面拉入到 教簡 教簡例 現在是 私培法三大 最后面的話一個加上 再次進行 體力上 在做變動 所以 當各位裡面 通過教簡之後 學校才會設定上 在進行 若干性的實習 過程 一開始 普通的條件上面上 是希望 一開始在 辦的時候 在三月的時候會去辦 為你們到底要不拉到到六月在做執行 當然可以討論到的 課題 結論當中 我們會 依照 科別來進行 設置 所以 各位你們在做通過的要件上 來看 基礎上 還是有 共同性的那一科 好的 所以包含的有 國文的 有教育理制度 歷來上 來看 同學 如果 基礎上 沒有打好 國文可能是會拖累的情況 尤其在於中等學制 有很多同學裡面是來自於科技大學 來自於高職 所以分數上 這個區塊上 影響很大 那多數同學分數上很低的是來自於教育制度的 所以學科上真的需要花點時間上來進行閱讀性過程 考科上內容上是最多的 包含哲學、社會學、心理學 還涉及到制度 因為制度的類型上 種類上是多 包含像 加行政、教育政策、教育法規、比較教育 所以 在這樣的學科當中 通通通加起來將近有八科在裡面 所以各位一定要能夠做了解 考試上跟現場上職業最有相關的時候包含兩科 一個是 課程跟教學 這直接跟各位做連結的 另外一部分 各位要念的是發展與輔導 各位在掌握之後 他跟你任教的學制上 他直接感生連結 比較特別的地方上 比如說像 幼兒園 所以念的是 幼兒的發展跟輔導 會平常的時候就接觸這些小孩子 所以不會有太大的問題性 另外一部分如果在幼兒部分上所接觸的是課程教學 所接觸的是來自於 教寶課程 所以來自於是 在對於這些 學前小孩子上面上所使用到的模式 包含像 蒙式 或華德福式 等等 這種內心上來看 中小跟中等 中等跟國小部分上這個區塊上 他連結性上是屬於比較一致的 在普通學制上的連結上是 概念上相同的過程 我們多數都來自於 從PR級的體系上 來進行探討 當然涉及到包含從認知 甚至從道德的區塊上 來進行連結性的情形 不至於產生落大的 修行課體 課程上還是來自於普通性的體制 從過往當中的九年冠體制 到後來裡面所出現出來的十二年冠體制 他在學制上 還是產生落大性的連結動作 比較特別的地方上 是來自於 特教的部分 所以特教上面上是基於不同的 平常跟輔導 所以依照 聲音障礙及知不優異學生的經驗辦法 來進行他的考量性過程 但特殊的地方上是來自於 各個不同的 相信的類型跟種類 他們的課程跟教學上的體力上是不同的 各位至少可以看到部分 所以在教簡上 現行的概念上來看 通過率是50% 考試上面的題型當中包含兩大類 一個是選擇 一個是 深論 所以選擇佔了 百分之 六十二分數 深論佔了百分之四十分數 我們要的是各位在選擇上要拿到 七成 在深論裡面的話 要拿到 五成的情況 所以在七成的話這分數上是 十十二 這五成的話是 六十 各位勉勉強強可以通過性的情況 當然很多同學說我選擇拿到七成容不容易 國文七成 要念點書 教練制度拿七成要念超多書 課程教學七成 蠻麻糊糊糊的 原則上有時候同學裡面至少分數 還可以拿到四十五以上的情形 翻譯輔導拿七成還可以的 狀態 所以各位在念的時候 這原則上遇過分數上是非常接近的 深論上要五成 各位真的要念點分數 因為 四十分你要拿二十分 說實在真的要花點時間上再做閱讀 所以憑良心講 通過的人 某種程度上 還是真的要 花點時間上來進行閱讀動作 憑良心講 我們這考試 同學在通過教學的時候 都花了不少時間上來進行閱讀的 過程 所以在探討到 思維法三代的時候 本來 校檢的壓力上 是來自於各位實習之後 可以推給實習上不行的情形 現在裡面的話 我們本身 值錢課程之後 進行教室的檢定 所以 壓力的話就變成是來自於私培中心 所以各位在課程上在進行設定的時候 私培中心裡面就必須要重新再修進 進行課程 讓課程上連結性會比較高 另外部分的考量到他檢驗上 是可行還是 不可行的 落格性狀態 從這部分上來進行思考性的 過程 所以各位當 在做準備的時候 在新的年度當中 還是在於 三月在考校檢 但有同學上是可以適用 新的法律上 來進行執行性的過程 所以 2018年的話的校檢當中 當然是一個 很值得去做玩味的考試 這考試上面上 會出現不同的成員 在做準備的過程當中 我們當然會出現了不同的形式跟 概念 在 考試上面的模式上 我們認為 食物部分上 他的加總性會比較 高的情況 所以各位裡面在做準備的時候 你必須要過去把食物部分上 更花點心力 另外一部分 我們認為他的通過率上 還是會維持在這個區塊當中 在做有種性的 過程 所以各位裡面在做準備的時候 大家可以從這樣的區塊上來進行 更加細部性的了解 在台灣裡面的話在 教育資格檢驗當中 我們的通過人數上是全國第一的 通過人數 是全國第一的 將近到達1000多人的情況 所以 有25%的同學是來自於我們 另外一部分在 通過率的部分上面 我們是到達8成的 也是全國第一的情況 所以希望各位裡面的話 按部就班的 跟著我們的課程上進行 休息 我們想 提供給各位這樣的概念上 對各位的幫助 跟準備性上 一定是屬於最高的相信的法則 但也希望各位裡面 鎖定我們的頻道 按照這樣方式來進行 選修 可以獲得一個 最好的 相信效益 跟效果 但如果各位在 課程上 還是不太了解的 你可以透過了 數位性的學習頻道 或是波打 服務專線 0800 223 003 我們相信 我們能夠用 最快性的速度 服務 提供給各位 按照方式來進行 休息 能夠提供給各位一個 最好的管道 但我們不希望各位 花 花太多的時間上去考一個教育資格檢驗考試 各位應該可以迅速累積年資 儘快地去做退休性的過程 這是各位裡面在參加這樣考試的時候最主要性的目的 希望給各位這樣的課程來提供 希望各位在一年的時間 就可以迅速做通過 各位一年的時間 迅速做通過 請你跟著我們腳步 一年時間就考舉這樣考試 也希望各位裡面的話 繼續 跟著我們的過程 除了去休息這樣的內容 也能夠 準備日後裡面的研究所考試 相關性的 晉升的管道 按照這樣方式來進行學習 可以得到一個最好的成效 跟效果 這今天跟各位提到是有關於在私培法三代當中 我們所正行的相信修正 很多同學看不懂法規 或是10年上的期限 或是在日出跟日落上所談到的課題 希望透過這樣方式上來跟各位做產製 可以得到一個最好的成效 跟效果 這今天跟各位所做的 講座的分享 跟各位做完整的理性過程 今天講座的導演跟著我 謝謝各位 謝謝各位